好 我們來看一下最主要就是Google文件的部分 事實上如果你要把它當成一個硬碟來用 請問你的隨身碟有沒有在整理 很多人隨身碟是不整理的嘛 反正掉了就掉了管他的 然後就放在根目錄下 但是我必須告訴你 這跟你的電腦一樣 有的人桌面會滿出來 有沒有你的桌面有滿出來過的 我有 我有好幾次 只是我現在習慣比較好 我現在比較不會放桌面 因為以前大部分想放桌面先暫時放一下 然後以後再整理 可是呢 等他越來越多就怎樣 就管他就滿出來 你雲端硬碟也是一樣 雲端硬碟就算再大 永遠都不夠大 因為如果你不整理的話 永遠資料都找不到啊 對不對 所以呢 麻煩各位你可以怎麼樣 先登錄一下你的Google的雲端硬碟 像我在這邊的話 我進到這裡來 好 進到這個是我學校的 這學校的部分呢 他就有30G的空間 好 把這個拉出來 OK 那麼建議各位 所以平常你在做的時候最好啦 最好還是要怎麼樣 稍微幫我們 雲端硬碟還是要做資料夾整理 還是要做資料夾整理 你可以從上面這邊直接建立 有沒有資料夾 對不對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這樣不方便的 我們可以 待會兒可以裝上跟遠端同步的 你在自己電腦裡面做就好了 好 這裡電腦裡面做也可以 你從這邊 基本上最常見的就是在這裡 你把你要的資料夾先建好 然後分門別類去把檔案怎麼樣整理好 所以有些可能我會放在根目錄 那有些就可以放進去 那麼 Google在這一塊呢 做的還不錯 就是如果假設你要上傳檔案 或者像我現在已經上傳上去了 可是我可能不小心 比如說像這個 我放在外面對不對 好 比如說這個 我可能放在外面 不小心放在外面 請問平常你要移動檔案 該怎麼移 就拖曳丟進去就好了 真的 比如說像我在這裡 這個 呃 看一下 好 假設這個我就按著丟到這邊 有沒有 上課分享放空 好 這樣就進去 但是記得 請你用 Google 瀏覽器 才有特殊功能 你用 iMail 好 你用火狐 火狐應該也可以啦 火狐應該也可以這樣子 好 他要安裝一個小的那個 Java的Pugin 好 那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那整個資料夾也可以喔 整個資料夾可以這樣丟 所以使用這樣應該還蠻方便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那如果說你要上傳檔案的時候怎麼辦 也可以單一檔案或者是整個資料夾一起丟上來 當然前提還是 Google 瀏覽器 沒有 Google 瀏覽器就沒有這個功能 沒有的話你只能簡單的拖曳單一檔案 所以你要上傳可以像這邊直接這樣 選擇檔案或資料夾 有沒有 這個 檔案或資料夾 直接傳 或者是我用拖曳的 你確定是哪一個資料夾之後 我就把那個資料夾直接丟上去就好了 比如說我這樣一丟 把這裡 一樣的 這個是一樣的齁 這個已經 我看一下 我找一個 這個太多了 比如說類似像這樣 我就可以這樣 丟過來 它就開始 你要上傳的時候它問你一件事情 這個你倒是稍微要留意一下 因為 Google 的硬碟 雲端硬碟 不只是當硬碟 它還可以當什麼 當這個文書處理的 Office的 所以它上傳的時候它問你一件事情 請問你的文件要不要把它轉換成所謂的 Google 文件簡報或者是試算表 基本上如果你有轉換過的話 你就是可以直接在那邊做編輯 假設你沒有轉換 那就只能看不能改 好比較單純只能看不能改 當然它不是要完全取代Office 這不是它的目的 它的目的是希望說 大家在共同編輯的時候比較方便 比較方便 所以你看像這個 如果你把它勾起來的話 它就會幫你做一個轉換 可是呢 它有一些限制 所謂的限制會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 轉換完 大家最知道也就是 轉換完到底像還是不像 怎麼叫像還是不像 比如說你World 你有排列一些格式 簡報你有做了一些特殊的效果 但是上傳它轉換之後會不會一模一樣 老實講如果你做比較複雜的 真的不會一樣 好真的不會 這是它目前的限制 但是呢 它並不是要取代最終端的 它我比較會喜歡放在什麼 比如說你剛開始在思考的時候 或者是在草稿階段 那你不用自己 怎麼樣 自己就是在World裡面打完 然後就傳給同學 同學改完再傳給你 這樣有沒有一點線性的 比較浪費時間 我可以直接把這個文件 就在上面直接建立好 那我跟我的朋友怎麼樣 直接 共同編輯就好了 它有想到什麼就編上去 它有想到什麼 你有想到什麼就編上去 那你可能會有一個問題 版本的問題對不對 不小心把它刪掉了 或者它加了之後 我不滿意把它刪掉了 所以如果你有轉換成這種 所謂的Google文件的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叫做版本紀錄 也就是誰什麼時候編了 你隨時都可以看到 而且還能夠回到過去 萬一有人編錯了 對不對 不小心改錯了 我們一般如果是文件 都要傳來傳去的 是不是就比較慢 而且有時候改錯的也不知道 除非你有打開那個追蹤的功能 Office不是有那個追蹤的功能嗎 你們沒有用過 真的 這麼客氣 我給你了 它有一個那個 看說就是誰改的 要不要接受 那所以它的好處就在說 雲端的它可以幫你做版本的控制 你比較不用擔心說 我這個文件如果編錯了 該怎麼辦 等一下我找一個文件給你看 你就會比較清楚說 這個 事實上是像這樣去弄的 所以如果你要 基本上如果你只要把它當硬碟用的 這兩個就不用勾起來 那就直接傳上去就好了 就直接傳上去就可以 這樣大概了解了嗎 所以這個是你在使用的時候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就是把它當做一個硬碟用 好像我們剛剛有講的就是 這個地方 如果你要轉換它 它的限制 基本上 以簡報算是最大 好像是20Mbps 簡報 如果你超過20Mbps 是沒辦法直接轉換成Google文件 那Word也差不多 Word再小一點點 所以通常來講 我比較喜歡就是 草稿階段我在上面做 完成的版本 可能就不一定一定要在上面 就大家看就好了 就是看而已 好 那再來剛剛有看到 就是可以直接線上檢視 我們剛剛有看到 另外提到的就是這個 有沒有 文件的修訂版本 等一下要找一個範例 那一般大部分 大家把它當作硬碟來用的 最常見的 就是拿來分享什麼 分享所謂的較大檔案 還有較大檔案的部分 請問你 郵件的附件 最大可以 夾台多大 大部分 在Google的話就是20Mbps 大部分的信箱 差不多都是10到20左右 因為怎麼樣 如果你是透過Email傳送的話 你的附件太大 其實Mail server是很累的 Mail server很累的 那所以呢 一般來講都會有做限制 有做限制 那麼我們 郭國文件 請問單一檔案最大到多少 我前兩天才下載一個1.6G的 我如果印象沒有記錯 最大好像不知道是2G還是5G 單一檔案喔 單一檔案喔 單一檔案就可以這麼大 所以如果你要寄給別人 你應該知道不會用這種方式寄嘛 對不對 不會用Email的方式寄不出去啊 所以他就可以變成共用的方式 所以呢我們來看一下 你要怎麼共用 你可以整個資料夾共用 也可以單一檔案共用 假設我是這個資料夾要共用 你就把前面勾起來 前面勾起來 跳邊拿出來好的齁 好 前面勾起來你可以直接按右鍵也可以 有沒有 按右鍵有Google的選單 是不是有一個叫共用 對不對 對或者你從上面這裡也OK 其他裡面共用 直接按共用就好了 還在跑 好 現在畫面出來了齁 那你可以看到 在這邊就有一個變更 你可以從這邊看到這裡有幾個選項 原則上因為這個是在學校共管 就是托管齁 所以會有下面這幾個 多了這兩個 各位的沒有這兩個 原則上主要就三個 主要三個 私人的原則上就是不公開的 但是這裡有兩個要稍微注意一下 一個叫公開在網路上 一個叫做知道連結的 下面這個就是搜尋你不會找到的 也就是知道的這個連結的 才能夠直接進來 那搜尋你找不到 那下面這個是搜尋你都可以找得到 所以你可以看你的需要 你的需要齁 設定好了之後 你只要把它的這個 比如說我已經設好了 我就把 儲存之後 在上面這個網址裡摳出來 貼給別人就好了 那就可以進來 那相對的 如果你不想分享的 一樣從這邊進來 把它變為私人的就好 這樣就OK齁 好完成 這樣就可以 這個是基本的一個分享方法 所以你整個資料夾也可以 所以整個就是單一檔案也沒問題 這樣子的話呢 你在分享比較大的檔案的時候 就相對比較方便 基本上 Google的雲端電碟使用方式 跟Sky Driver非常接近 好非常的接近齁 那這邊呢 有個協作平台齁 好等一下再講 我先講這個 用Google雲端電碟或者文件 還有一個很大好處是什麼 支援全文全左 因為這是Google最厲害的 對不對 Google最厲害就是搜擠吧 所以 它有個好處 雖然我們現在win7之後 其實您也可以 整個電腦做全文間做 不過比較局限在 Office文件 你超過Office範圍之外 好像它要找 就不見得能夠找得那麼完整 那Google呢 你的文件內容 你只要透過它上面這裡 這個地方 你在上面找的是你的 自己的雲端硬碟 所以最大好處就在 這樣支援的話 其實我們在找東西也很方便 也很方便 那這個是給各位看 另外其實Google有一個服務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 叫做協作平台 協作 對協作協同的協 現在沒有出現在這個裡面 有有在這裡 我的有但是一般的沒有 就是這個 有沒有幾類 這個沒有看過 比較少 OK 那這個東西呢 我給各位看一下 因為 我現在去別的學校 現在有那個高中職或大學都有雙講師的 就是一個是學校老師 一個是業界老師 好那我們有像這樣 比如說像這個是我去新竹高商 那我們上高職同學的課程 像各位大學比較沒有問題 學校是不是都有所謂的數位學體平台 對不對 很多老師都有用嘛 那大家同學最大的印象 就是叫教作業而已嘛 教作業比較方便而已 可是呢 事實上數位學體平台是很好用的東西 我等一下給各位分享一下 給你看一下我在學校的數位學體平台 可能 比較不一樣 那 因為高中職通常都沒有這種 財力 他沒有辦法去 支援一個 就是這樣平台出來 像國中小職大部分都沒有 怎麼辦 就利用他的 所以 我們從這裡面 比如說我有上課的資料 我就 看一下 老師共享資料講 也就是他在家裡面他就可以直接去看到 這個 這個我沒有放上去 我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才有 那我相關的連結我放在裡面 那我們上課的都會有錄影 會像這樣子 哪一天上什麼內容我都錄在上面 而且 你現在看到這個 有沒有發現我的 這是AVI喔 有發現嗎 有沒有 放大一點 有沒有發現影片是AVI 對不對 可是 這個檔案我是放在所謂的雲端硬碟上的 也就是 他 不用 比如說點進去 他不用下載下來就可以直接看到 而且呢 點下去 就可以直接看了 這樣 你了解嗎 我不用下載下來 好像YouTube一樣在線上直接 觀看 對不對 比較方便 比較方便 所以呢 他可以像這樣去用 可以像這樣 那照片也可以喔 比如說我們有作業啦 或者上課的照片 像我們在這邊有那個作業資料夾 我們每一個作業點進去 他這裡面 我看一下 有 作業 有的 有的我還沒有把它弄 弄出來 有沒有 直接就看 比較方便 比較方便嘛 這樣你了解那個概念了嗎 所以協作平台可以跟我們雲端硬碟做整合 可以做整合 所以你就有15G的空間嘛 可以丟資料 大部分一般課程就用 事實上各位 如果說 你有興趣的話 比如說有時候你們專題啊 大家有需要一個空間 是不是去放東西 對不對 你也可以申請一個Google帳號 在裡面用他的協作平台 跟他的雲端硬碟 那這個 不一定要開放的 你了解意思嗎 我可以就是邀請 同學就是我們這一組的 大家的 Gmail帳號都有被邀請了之後 就是大家共用 但是不對外公開 我現在這個是對外公開啦 對外公開的 所以 這個是一個比較 特別的方式給各位參考一下 就是你可以像這樣去用 使用上其實 還蠻方便的 還蠻方便的 好 那我先找一份那個 有修訂版本記錄的 文件給各位看 你可以先稍微試看看 如果你要找 對這個 協作平台有興趣的 我Google上面有教學影片 你也可以先用這個關鍵字去找一下 Google協作平台 你就會看到他的網址 好那我這邊有一份 就是有 修正過的 好我點進來之後呢 你可以從上面這裡 有沒有這裡有一個叫做 查看修訂版本記錄 對不對 查看修訂版你把它點一下 他就會告訴你 你是什麼時候有做哪些編輯 在右手邊 各位的右手邊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隨時點一下 看看 這個版本是不是你的 如果是的話 你就告訴他 我要怎麼樣 還原到這個版本 誰編輯的 都可以看到 這樣你清楚了嗎 所以其實如果你有轉換成Google文件 就有這個好處 當然你沒有轉換的話就沒有 他就沒有這個紀錄 你把它當硬碟來用 那就傳上來就傳上來 刪掉就刪掉 這個是 各位稍微可以 做個參考的 哈 接著 楎 楎 楎